其實我們學校 除了功課的比賽 大家會很在意班牌 我們一個年級五個班 大家都在爭說 這一次我們五班有沒有在第一 有沒有輸給四班 0.4 除了這個之外 大家雖然都是女生 可是對於運動這種 比賽的項目也都會超級在意 因為這種時候 就是如果你功課上 你已經班牌名 你輸給了這一班囉 你這個籃球比賽就是絕對不能輸 啦啦隊也絕對不能輸 一定要拿第一 真第一的這種 所以每次就是 我們每一年都有啦啦隊比賽 這種時候大家都躲起來偷偷練習 但是他們就是 像我們就是會偷偷去看到 四班在練啦啦隊 我們去旁邊偷看他們用什麼招 看他們有沒有翻兩圈 然後看他們用什麼歌 然後偷偷回來打聽情報 然後他們 什麼… 就是都用偷聽 大家都偷來的 然後…學校明明就有籃球場 可是最近要比籃球 對 都沒有人在練 就一片安靜 然後我們對時候我跟你講 我們不要在學校裡面練 因為這樣會被偷招 我們去成大的 那個操場的籃球練 沒想到在成大 遇到四年三百年 對 沒有到去成大 滿滿的都是我們學校的人 在那邊練球 大家都躲到別的學校去練 你知道嗎 就是大家都會很想要贏 就是那個好勝心很強 艾雨莎也遇過這個 我們學校也會一直辦一些籃球比賽 還是羽毛球比賽的那一種 然後我們班的女生是屬於 功課比較沒有這麼認真 可是我們在比賽 一定要得第一名的那一種 然後每次比賽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針對我們班 可能就是撞妳一下 不然就是抓妳一下 然後打雨球也是 他們直接攻擊妳的臉 不是…沒有這麼直接 殺球 殺球直接都攻妳的臉這樣 對啊 真是見了個鬼啊 有沒有 好恐怖喔 像我們打籃球也是 就是女生真的是沒在 就比男生還狠就對了 就是幹拐子或是整個抓 對 頭髮絕對是會被抓 跟擠個下來 然後 妳今天這個裝扮比較像 對啊 好強喔 就清初啦 林輝瑩 對 她不是清末 她清初 反正如果綁這樣可能下面 就是打完球場 那一場賽可能頭髮整個都亂了 對 然後就是一定 臉上都會出現一些 掛彩 對 抓痕 然後我曾經就是還是有那種別班 就是我們跟我們班在比賽 然後打一打 真的就是女生就是亂抓 就把她的內衣真的也給扯下來 變皮力要毛 好激烈喔 她今天所有內容都跟咪咪 妳這樣有頭髮型 不穿內衣 真的 我不知道 可能我們就是攻擊的地方 很明顯吧 就是整個就是頭 要不是就是身體然後亂抓 真的就是好慘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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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